大家好,我是不懂作战直说电影的唐思令 今天给大家介绍死亡录像戏内电影《死亡录像2》 想看《死亡录像1》的同学可以翻阅我之前的作品 《死亡录像2》承袭了第一部的剧情 在《死亡录像1》发生一小时后 政府又派遣一名卫生官员与SWAT小组进入公寓 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配合卫生官员完成一个任务 来到公寓,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按照预定的线路,大家来到阁楼寻找东西 找什么东西呢?别问我,其实我也不知道 只有这个卫生官员知道 可找了半天,并没有找到卫生官员想要的东西 就在此时,楼下传来一名队员的声音 啊,有丧尸,吓死娃娃了 一名队员落为丧尸的盘东彩,瞬间变成了丧尸 追着其他人,就是一顿狂养 为了阻止丧尸的进一步行动 卫生官员马上拿出十字架,开始念经 瞬间,丧尸从狂躁不安变成了安静的美男子 随后,卫生官员就将丧尸封印在房间 这,这还是医生骂? 剩余的队员完全被吓傻了 哭点喊量想回家 我真怀疑他们是走后门进的SWAT小组 SWAT小组好歹是特战部队的精锐啊 唉,想回家 卫生官员是百分百不同意的 没完成任务,所有人都不能出去 好在队员们也不傻 开始质疑卫生官员的身份 正常的卫生官员是不可能会念经的 眼看瞒不下去了 卫生官员终于说出了事情 其实啊,他是名神父 进宫寓来寻找一个小罗尼 这个小罗尼可不简单 在很多年前,他被鬼附生了 随后被安顿致辞 用于科学实验 后来实验失控 小罗尼害死了科学家 而小罗尼很可能还活着 而且还在这栋公寓 啊,你们莫慌 取点小罗尼的血液 我们就出去,好吧 处于残血状态的SWAT小组成员 重新撞了下单 继续寻找小罗尼血液 很快,他们就在天窗里 找到一广血液样本 此时,神父拿出随身携带的十字架 开始念经 很快,血液就燃烧起来 证明血液的确是小罗尼的 一名队员手上的血液 也跟着燃烧起来 因为怕烫 就将血液样本 纵纵的摔到地上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肯定是走后门进的SWAT小组吧 镜头切换到另一边 几个熊孩子在阳台上玩耍 看到对面公寓被封锁了 出于好奇 想一探究竟 于是顺着下水道 就进到对面公寓了 恰好碰上了一刚从外面进来的消贩员 接着就开始了 属于他们的密室寻宝 一不小心 撕开了神父的封印 将丧尸放出 随后 大家与丧尸展开搏斗 就在快被丧尸团灭之际 SWAT队员与神父赶了过来 可此时 大部分人已被丧尸感染 为了尽快找到小罗尼 神父使用一被感染的熊孩子 一招隔山打牛 逼问小罗尼的下落 突然 一个水灵的妹子出现在神父眼前 我靠 这不就是之前被困公寓的女记者吗 怎么还活着 一番搜身后 大家才对他放松了警惕 隔山打牛的确厉害 马上就逼问出小罗尼的下落 原来小罗尼就在阁楼上 不可能 刚才在阁楼并未发现任何线索 看着一脸疑惑的神父 女记者解释道 找小罗尼 需要在阁楼打开夜视功能 这样才能找到 我说女记者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里面肯定有诈 你信不信 随后 大家来到阁楼 果然 打开夜视镜后 看到一个别样的世界 房间大了 东西多了 更重要的是 终于发现小罗尼了 就在此时 神父的对讲机响了 瞬间 小罗尼就跳到神父身上 好在女记者眼睛手快 将小罗尼一枪打死 这 难道你们不觉得女记者 话未说完 女记者终于露出了邪恶的嘴脸 消灭了剩余的队员 并骑在神父身上 开始吟笑起来 随后 将神父打死 并模仿神父的声音 向总部请求撤退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死亡录像系内电影 都有很强的代入感 摄像机将观众 带入那栋恐怖的公寓 犹如置身其重 区别于以往电影 借助化妆打光设置的背景影响 总之 还是很值得推荐的 对了 最近我在微博上派发福利 微博关注 唐斯宁说定 并参与互动 每周都能领取 我送出的福利哦 赶紧行动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